文化缩帝又和大家介绍一些有趣的民间展览 有些大型展览我们经常推介 如故宫博物馆、艺术馆这些都是做顶级的世界性展览 但不要忘记在不同的地区有很多民间的博物馆和展览厅 定期举办很多主题、很多本地化的艺术活动 好像由8月开始到8月底、8月29日 在沙基湾等大街17号的城窗楼二楼 有一个叫家图SKW的展览厅 会举行一个叫传道蜕变七位香港教学艺术家 讲艺术很多时候好像闭门造居一样有印象 如果只是自己创作就很难有一个承传 这次的展览特别找了香港七位艺术教育的专家 也在艺术教育方面有一定的历练和专长 特别会在艺术展览里面分享他们和学生之间的承传 尤其是艺术教育如何作为一个既是劳动 慢慢耕耘的同时也要提升这些作品的感染力 以至如何鼓励和学生一起做一些实验的创作和研究 当中其实涉及了二十多年创作教学生涯的老师 也有艺术教育的学者一起见证着我们在二十多年来 艺术教育方面的转变 其中譬如有一个学嘴的展品 是王丽晶用泥土的标本在池子上呈现了中国画的水文奏法的效果 但又不是完全用水文奏法 这些蜕变创生如何和学生一起创造呢? 这些大家可以亲身体验 还有何兆基用两件雕塑装置 比喻中国的成语故事鱼躬而生 表达教学的时候需要长时间坚持 我想和做过去学生的一定感受良多 七位教学艺术家分别有林峰、黄丽晶、余伟联、譚伟萍、 谭伟萍、邓明、何兆基和邓盈之 都是在不同的角度用图词、绘画艺术、其他方式 一起和大家看香港时代的变迁 其中像是邓明庄在教学的过程中 常常鼓励学生用不同的视野和资源 和社会有联系 好像有作品叫《舞照跳》 回归前有一个作品叫《马照跑》 回应当下25年来可能大家会感受一下 是否舞照跳和马照跑都没有转变度 看看两个作品有什么分别 还有邓盈征的作品《那地方》 用中国山水艺术的实验 用不同的视角和颜色的比例 去做出和学生一起做艺术的探索 所以这个展览虽然是很本土的 但是特别凸显了艺术教育家的热成和坚持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到沙基湾的加图SWK 在早上的11点到晚上的8点都可以去参观